隨著本土確診個案的增加 那麼兒童染疫的人數也隨之的逐漸上升 當中有不少家長都很擔心 因為小朋友出現狀況的話 可能又要去急診室人急診 因此台北市在今天特別是營運 事辦了兒童門診 那麼主要是針對18歲以下的小朋友 今天在台北市的復用院區的 二棟大樓門口空地 就來開設兒童的門診 那麼對象是包含 如果您有出現以下症狀 像是發燒或者是居家隔離期間 有出現相關的症狀 或者是曾經接觸到確診者 以及小朋友有新發生的呼吸道症狀 咳嗽 喉嚨痛 鼻塞 流鼻水等等 都可以來多加利用今天的兒童防疫門診 那麼在台北市兒童防疫門診 今天是營運 將從上午8點一路開放到晚間8點 那麼在一早呢 其實就有超過10組的家長 是帶著小朋友馬上來到這邊來排隊 來掛號 其實現場呢是可以來到這邊直接登記的 所以有需求的家長們也可以請您 多加利用今天開的兒童防疫門診 另外在現場可能會有排隊群聚的情形發生 也提醒您要做好自我防護 這裡幫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打架完之後呢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GO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